观众位于录,点击上高速 大家好,我是新人up主,斋机社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部十月的传奇作品 《为我而生》 故事一开始,空气中就弥漫着斗梁的味道 我和我的青梅竹马相约在天台见面 正常的剧情应该是这样的 我喜欢你啊 我,我也是啊 然后就应该是你浓我浓,交叉感染 但是,既然是传奇作品 那么我们肯定会和那些俗套的垃圾剧情有着天壤之别 从小老师就教导我们遇到挫折要坚强,对不对 对 从小老师就教导我们不抛弃,不放弃,对不对 对 从小老师就教导我们应该学会包容,对不对 对 从小老师就教导我们青梅竹马有的孩子 虽然孩子不是你的,你也能尖寒,对 正当我在思考刚才那句话是哪个缺德老师说的 天空中一个巨大的法阵将我们吸了进去 定睛一看 哇哦,好绿啊 所谓开局一抹绿,日后必大气 妙啊 当我们醒来之后,发现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之下 这对于我一个吃鸡高手而言,这都不叫个事 我镇静自若的如同闲评信部一般来到了妹子的身旁 问道 买了佛伦 卖了佛伦 卖了佛伦 这绝对是大斗师级别了呀 人家是斗气化马,你这是斗气化魔呀 但我定睛一看,这不是麻辣香锅的梦魇吗 这时候我应该做什么,还用问吗 七就完事了 我凭着七字形的走位一刀秒了梦魇 之后我们便来到了城市,见到了这个国家的主人 他名字竟然叫香格里拉 幸会幸会,我叫青藏高原 然后他就见戏戏地跟我说 你要和这里十二个巫女进行黑羞仪式 并且带着你的娃一起去战斗 要不你就回不去了,我靠靠 我瞧,我一个正人君子 怎么可能屈于你这么龌龊的想法 除非你把我捆到床上,绑住我的手脚 你不要过来呀,我还是个处 开始了吗,已经结束了 没错,我的第一个孩子就这么横空出世了 虽然小时候妈妈说亲嘴就会怀孕 但是这个一跤就能生娃的操作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啊 所以说孩子,你这个发色是不是染色体缺了几条 我温柔的看着我可爱的孩子 我的头发似乎又亮了几分 接下来我会见了我未来的后宫呢 我看了一眼剧本,发现时间紧迫 于是便略过了无关紧要的刷好感度环节 我的脑海中突然想起了著名电学家的一句话 正面上我 所以是男人就应该刚正面 于是乎我就摸到了巨蟹妹子的床上 然后义正言辞地提出 你能和我一起造人吗 不,准确地说是星之子吗 讨厌死鬼 日后,我就带着两个娃去迷宫打boss 我说把鼻,我们真的能打过巫会吗 你这个倒霉孩子,也不看看你把鼻是谁 你们听我指挥,一会出了怪 战士你上去拉仇恨 法师你躲到后面输出 最后留一点血,我来收人头 完美,perfect 我靠,法师你冲个毛线啊 果然你们两个刮娃子靠不住 看来我只能自己上了 我是这么屌的吗 你们别看我表面很慌 其实我问你的一匹 你要问为什么 因为这才第二集啊 大家好,我是宅吉社 这次看了十月番的为你而生 实在是不吐不快 所以做了一个第一人称的视角吐槽 如果大家喜欢 请点赞硬币收藏支持一下 关注V路,点击上高速 我是宅吉社 我们下期,我们见不散